活动中心里坐在画面最左边的里长 原本跟一旁的同学们聊得很开心 但突然眼前一黑 整个人爬在桌上 接着摇摇晃晃 勉强站起身 想走到办公桌那休息 无奈 头晕目眩根本走不稳 志工吓得赶紧上前搀扶 等了差不多十分钟左右 我们觉得很奇怪 离我们这么近 为什么此此未到 看看当时台南市城公里的里长 就是在活动中心里突然昏倒的 志工当时急忙打119求助 原以为应该是位于活动中心附近的 崇山消防分队 会派出救护车协助救援 两个地点相距1.3公里 大约花三到四分钟就能抵达 但怎么等就是等不到车 事后才知道原来派出救护车的 是另一头的文贤消防分队 两者一插十分钟 里长就质疑 难保不会因此耽误救命时间 急症的部分插在十分钟 我想就影响到一条人命 里长不满仁德区原属台南县 如今县市合并了 以往分为两个勤务中心 如今也变成一个 照理来说应该是由单一窗口 统一分派救护车 但怎么会 还是依照县市合并前的辖区分配 导致舍禁求援呢 对于里长的质疑消防局回应 救护任务是针对伤患的状况来进行派遣的 加上当时距离比较近的重山分队已经有任务在身 才会选择所属的辖区分队前往 虽说这一次没有延误到里长的救医 一旦距离比较近的消防队 不算所属辖区 反倒远的说是辖区 这不管怎么说 恐怕都说不过去 记者赖管张省台南报道